而立委要做选民服务 一人惠慈到立法院的餐厅 印证服务生被拒绝之够 现在就传出黄艺娇 又特别打电话 要老委会职讯局帮他找工作 而且还每个礼拜都定期追踪 所以引发是不是特权的质疑 那么黄艺娇也特别出来说 他是受到惠慈主动请托才帮忙 但是绿营的立委是猛酸黄艺娇 说帮人家介绍工作的时候 应该要低调一点 中华那么多台了 Oh my God 惠慈虽然无缘进立法院 当餐厅服务生 但现在就传出立委黄艺娇 正积极帮他找工作 不惠慈不是已经在 中华演艺公会上班了 难道立委特别读厚他吗 看到报纸 他也打电话到办公室来 表达希望能够在餐饮业工作的机会 留电话 我自己没有跟他通过电话 白白的篮子过去都是这样处理的 没有什么特别偏心不偏心 我刚才讲过了 事业是很痛苦的事情 我们昨年又是对我这个经验 黄艺娇表示的确有打电话 请老委会职讯局帮忙惠慈找工作 但强调只是单纯的选民服务 绝对没有厚死薄比 国民进党立委则是逮到机会 猛亏黄艺娇 应该是私底下去进行 不要这样很公开的去做 做成变成一堆事业的人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的示范 应该是蛮低调的 是不是要建议就是说 刚才去黄艺娇的办公室这样住 他的口味应该也没那么差吧 他的兴趣 因为他的兴趣 他已经讲了好几次了 他的兴趣就希望能够再参与 真的他带是什么样子 我就是他的首饰 大概是Oh my God 大概是这样子 我的眼光很高 我的曝光已经够多了吧 我怎么会为了这个曝光 为辞求职问题 在媒体曝光后受到立委关注 只是一般小老百姓想找工作 只能靠自己 看在心里恐怕真的更不是滋味 明星闻陈秀宇 简世峰 太宝道